好 接著到下 即是都叫做博有名氣 都叫做在望下的一望第一集之後 我真的講了一句 好 接著我們要講的就是 夢幻之星Online PSO2 他PSO15周年紀念作的動畫一同名的Online Game 搞了整天大概有3個 大家都知道就是Online Game裡面 就是基本上早七面圖四面圖的啦 對我們來說就是 沒有什麼面圖做的 除了Lokai Wiesel 我怕Lokai Wiesel 你那個其實是拿了Online Game的設定 對 你們說Online Game變動畫 還是動畫是講Online Game 動畫裡面是Online Game OK 那Overlo算了 Overlo算了 Overlo算了 但他不是叫 是有病的問題 總之我都叫SAO啦 說完了 那這一套作品 開題就說 我都說 PSO的故事設定裡面 沒有說過 是進入世界 難道他就說 PSO進入異世界 玩到那麼害怕 玩家大頭鬼掉下去 可以是 不是 這套不是很平常 這套是類似我們現實世界 不過我們這些人是開電腦 開PSV玩的都是 這麼說 他開頭用那個設定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用了Dot Hunt 的某小小的設定 就是什麼呢 在一個最新型的連線系統下 第一款遊戲 Dot Hunt 當年的背景設定也是這樣的 他現在叫做夢幻之星 不是喔 他也是開電腦上網 下載了 都是 有多少才進 我不覺得 他講 大哥 你不給他之前用了 56K 是啊 是啊 OK 每一隻都是說第一隻 SA公司都是說第一隻 那夢幻不是硬世界 不是啊 然後有一個遊戲是什麼呢 針對這個 史上最強第一隻 遊戲的大亂鬥呢 OK 先說一個故事 故事說什麼 其實 男主角 萬能磁石 叫他做副會長 嗯 接著就被人抓到學生會 然後學生會的 就說為什麼要他做副會長呢 原來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你跟我打遊戲 現在這個學校很多學生 說PSO2 可能會方法學業 校方不太like 那些報告書 Persu其實有益於學生 身心健康發展的 你敢寫了 那我這個會長可以繼續玩遊戲 告訴你 這樣而已 你確實可以這樣解釋 而 最有趣的是剛才有馬的描述裡面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就開始玩PSO 就說影響學業 然後就要拍一個就是什麼呢 完全不打遊戲的人 平時成績貓貓貓貓的 如果這個人打遊戲 他的成績沒有被影響 或者提升 對 那就證明就是什麼呢 遊戲和學業是沒有關係的 就可以說那個對方 自從我玩了PSO2之後 人又英俊了 女兒又多了 他現在的確是建立著 建立著他的後供 不論男和女兒 我的交友圈子又高又多了 對 成績又沒有退步了 以下警術的預告 還有一個過來人 玩了一隻招之後 我肛丸壞死了幾個 女兒獲得幾個 真人真事 告訴你 不是你找完章圖 而已 其實是機會不屬於我而已 現在就是 男主角阿樹這個角色 然後就開始這個 PSO的冒險的旅程 他裏面說的是什麼呢 PSO的世界又給我美好 歌頌這個友情 因為他沒有PVP系統 什麼時候有PVP系統 馬上當作打死你 我都順暗炮這件事 不是啊 他好笑 他一開始會 男主角新裝新人來裝遊戲 選捕族 簡介紹一下 這個世界有什麼種族 有什麼角色 有什麼人物 有機械人 有新人類 你講一講都好 但你完全沒有講過 重點就是這件事 這個故事很明顯 其實他是為了 叫做宣傳這個 夢幻之星的故事 那他不是宣傳第二代 因為第二代出了 當你為第三部 準備有什麼都好 好歹你應該介紹 你遊戲裏面的一些系統 給觀眾說 這個遊戲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你這個是一個 廣告雜誌來的 其實是 我知道 你的故事 原來是一個星際探索 去外太空的 有四種部族 有三種位 六種職業的 有什麼特色呢 男主角最會選擇職業 因為他適合他 你講一講都要 大佬至少 你不要一人來打 都要打什麼 現在這個遊戲 對我來說 如果給一個沒玩過的人 去看這個遊戲 我有個朋友沒玩過的人 他會覺得 我跟他說了一句很有趣 他會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恐怖 很恐怖 為什麼 這遊戲 首先就是 看了第三集 第一件事就是 有些很奇怪的人 會跟你搭散 但你完全不知道他什麼事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遊戲就是 當你打得不好的時候 他會責怪你 嘩 你懂得打遊戲 正常活動 應該什麼遊戲都有這些 然後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遊戲去到第三集 就是什麼 當你遇到一個掛機的人 你是阻止不到的 我不要記得他現在沒有卡別人 我不要記得 以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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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沒有這些功能 踢人走 還有就是什麼呢 這遊戲裡面 你絕望 你認識裡面 所有的女兒 都是男人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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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看到 就是什麼 他被 赤裸裸的顯示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第二集裡面 兩個 很女性化的角色 即是扮成文的美語 原來 是兩個 地盤阿叔 我當年 PSO2公會裡面 很多女的 全部都是男女的 認識他們 所以就說 如果想接觸 PSO這個遊戲的人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叫做 打擊 好了 網絡遊戲就是這樣 很多網絡遊戲都是這樣 這些就是什麼 是不能說的秘密 即是你說穿了 不是 是 他就補償給你 有兩個女人在男人旁邊 想怎樣做 不是喔 但這些不是叫做心理準備嗎 都是一種 preparation 給你玩遊戲 那你玩這遊戲 你就是充滿一個 奇葩 可以遭遇到一些 你過往遭遇不到的事情 反而遭遇兩個男人 是不是 他就好 第二集跟他說 是兒子 好過那些遊戲 玩了準備一集 但我跟你求婚之後 跟你說他是兒子 不是讓你重新認識 這個世界的遊戲 好 預先 給你 老實說 如果是的話 我是想說 原來這遊戲這麼多女人 玩的 不是啊 就是因為看到世界這麼殘酷 所以才被心機讀書 原來他 哦 哇 用心良苦啊 你又 那 很多這些 當年你說 小白的情節裏面 就是 現實裏面 他做了很多 叫做一些 好有 即是很玩家式的 一些橋段 下去這個故事 不是啊 一些現實對白的情節 哦 原來你是誰來的 哇 實際不會有這麼白癡 那 這套東西其實 真的是離地的 即是 我不見得他 present到 pso的故事 裡面架構的內容 究竟在做些什麼 即是你平時 可能還開遊戲 不會第一次說 啊 不知道什麼 說行得大好 這套東西是不是瘋子 我不會覺得他玩遊戲 就是 你見到就是 如果有一條女兒 打遊戲 打到是什麼 上腦子 離開了一隻遊戲之後 現實的對話 都是這樣說話的話 很老實講就是 報告 寫的第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這款遊戲有很高的成人性 很容易令到一些人 就是什麼呢 尋在遊戲中 就是那些叫依存症 就是告訴你 其實pso 是不應該玩的 是不應該玩的 是一隻不好的遊戲 即是要將它歸納為毒品的一類 很神奇 原本這遊戲有很多主線的故事 即是精神的故事 有很多NPC角色 即是發生亨祥那些 發生亨祥那些 接著可能 哈哈哈哈 但是繼續說 還有它 系統可能很特別 因為它完全沒有說到 它這款遊戲是完全沒有提到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失敗的宣傳動畫 失敗的改編作品 我覺得如果舉例 我沒有看這套東西 對啦 如果你說以一個 pso2的玩家 我覺得應該有些事情 可以做的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 它的武器會加的 例如說 可能那個男主要選擇 用炮的 然後之後說 雙槍可以跳來射 很有趣 即是你要跟人說 這遊戲有些不同的轉變 比玩家有些什麼 我覺得會正常 即是有些劇情 有些會拿大劍 有些會拿雙刀 大炮幾架槍 同槍都有的 但這是什麼 你說一下這些什麼 如果不然我不知道 他很流於表面去 說這件事 輕輕帶過 然後就強行去劇情 好像變成 主角不停去 擴大他的 後宮 他有說過 我現在練什麼職業 練到十五等 職業是什麼 說一下職業有什麼 特性 因為他太強調 他離開了 就是pso 是一種裡面的遊戲 即是我們要用一個遊戲 即是它不是動畫裡面的設定 它是動畫裡面的遊戲 我不覺得 當他真的玩遊戲 這遊戲不會離手 一定會發生什麼事 你不要理他 他各方面就是 他想做到好像很MMO 應該說 刀劍神的那類 就是什麼 當去到戰鬥的時候 就切換 切換了一個 很現實 好像奇幻風格 在那裡 代入了裡面 然後就可以做出很多 驚奇的動作 連一群不可以拔的劍 都可以拔掉那類的劇情 但是 可以說就是 各方面 他現在都是描述失敗 另外你說 同樣的 我們會連環 講完另一號 都是遊戲化改變 這個就是什麼呢 整個故事搬出來 就當成一個宣傳 就是Divine Gaze 就是神聖之門 這套東西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PAD之後的 江浩的第二作 首題遊戲的作品 對很多人來說 最能吸引到它 就是畫風 我也是被這件事吸引到 不過我只是堅持到三個人 通常接觸這些遊戲 通常之前已經玩了PAD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畫系本體遊戲 其實我最初見到 薯山畫的人 我看到一個用色 其實都很明白的 因為他那種感覺 很Back-Ross Sutter 即他是偏向暗系的顏色 即他是暗紅暗綠 他用過那些 但我一開動畫來看 那麼鮮色的 動畫其實很刻意地用了暗色 他特意用了天氣和場景 去襯托那個暗色出來 但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試圖重現遊戲裡面的畫風 放進現在的動畫裡面 不覺得做到 他真的做不到 因為老實說 這些你說如果做到的話 我們你說動畫裡面 會用哪套呢 need less 木隱都市會不好些 用色有點像 就是另一種角度 你當是 但你說 need less 他會用色鮮明 但因為電話機 他用的顏色 是用暗色 所以 他現在出來的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 他所有那些 叫做 黑框線條 強烈對比 是出不了 如果你說動畫公司和顏色 其實我不肯定 這套東西是哪家公司做 我忘記了 但如果你看回 有時候 Math House做的影片 特別是他做Marvel 他真的可以用到整套戲 整套 整套 全套 都是偏暗的 如果你給那些公司做 其實我覺得感覺 會出到回來 唯一你要執著 除了顏色以外 就是那個線條 怎樣做 好像Divine Gaze 那個感覺 但現在我就覺得完全沒有 動畫公司是Studio Piero OK 其實畫那方面 老實說 我覺得 現階段給我來說 他真的給不到 Divine Gaze 那個角色的靈角 或者線條 其實他做這些線條 其實他為什麼目的 動作感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很強大的對比 但在打的時候 我不覺得有什麼動作感 他做不到 他是一閃 然後你說 我只想看動畫 你不說 我感覺到應該是遊戲的畫風 但其實我不知是遊戲 也不覺得是遊戲 你說打打 我又不覺得特別 簡單來講 就是他用Divine Gaze 這個故事 三界的故事 人類那邊 就會有一些所謂的 能力者 然後就是 有一個主角 年輕的時候 就是為了成為主角 就殺了自己的父母 不是 為了成為主角 又完創故事 不是一開始 已經是自己的主角 不是 他是被認為殺了自己的父母 我需要先成為主角 不是 但是他說 他下手 我也是他 哦 OK 你說吧 你就吹吧 那 然後 還要斷了六親 然後 還要知道自己 還要昇華很強的異能 這些完全是主角命 天實故事 倉仁這個角色 然後 電車一開始的事件 因為有一個能力者 就發言 我要找到Divine Gaze Divine Gaze 其實那一幕是很值得死的 一開始那個畫面 然後有一個男人 走避不及 原來被火燒了 然後 這件事件之後 他的新聞報道社 是沒有人死的 很怪的 他受傷 燒傷了 不是死的 我覺得 他是被受傷 他是死的 我看到那個火之後 然後 畫面裡面 那個可憐的男人 是連渣都沒得剩 其實不是受傷 我覺得是燒死了 燒到灰飛煙滅 灰飛煙滅 屍體不存在 即是沒有這件事發生 啊 他那個人的名字 是不是叫滷滾 我是覺得 這樣看著 這個故事一定是黑到爆的 沒有突然不見了 這個不算數 正如阿雪最喜歡說 就是世界觀交代問題 那這件事叫Define機 然後那些人又說要找Define機 見面到Define機 那我什麼來才行 大哥 好明白 你看第三集 第一集讀生後面 來吧 小時候見到他 大一個想去就去 多難啊 大佬是個船來的 喂 那女兒是這樣的 小學生聽過這個門 大一個中國生 我不幸運 就去這個門了 多難啊 現在他沒有去解釋 我不以玩過什麼 純粹的動畫來說 他現在是沒有解釋 Define機是一個什麼呢 好像是 可以實現任何願望 的一個地方來的 真理之門 給我代價 聖杯 但是你感覺很奇怪 你降念真理之門 他是每集開頭 就會重複那段 你知道故事主軸在那裡 你也大概知道 他們做過什麼 然後關到事 你看到這個故事 是因為那道門 而開展 現在反過來 事情好像所有事情 每個人的目標 都在那裡 好像精靈掌門人 但是那件事 是什麼呢 是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不是要追求 就是因為不知道 他們要追求未知 然後 其實這套東西 你會覺得就是 他好了獨白 但跟故事沒有關係 不是 他用一個讀法 就是 這傢伙很慘 這傢伙真的很慘 你相信我吧 這傢伙真的 老實說 他不死也沒有用 不關你有時間 不如說一下 神聖之門 其實有什麼限 只是一個人去 還是全部都去 仓人就是什麼 不停的 他精神分裂出來的 老奈兄弟 那個兄弟不是這樣的 總之是一個黃色頭髮的少年 不如說 你是很慘的 你真是很慘的 然後他就說 你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 你應該去 然後他就說 你快點死了 醒醒吧 你沒有女朋友的 醒醒吧 其實本來不是慘的 人家說了兩句 我好像真的挺慘的 每一次都是仓人 師徒 去 什麼呢 他想去 走出他一步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就說 你放棄吧 你那本Drum Dini 你不適合他做這個角色的 然後你說 好像無論 另外阿小翠那些的角色 又是說 他為什麼要追求這個Divine Gaze 就是因為 他是一個有病的朋友 有什麼 是 他一個有病的朋友 就是什麼呢 那個朋友就是什麼 他只是想 小翠 是他人生裡面 唯一唯一唯一 唯一一個朋友 就不可以有其他朋友 然後他就 問了小翠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成為我唯一的朋友 永遠 永遠 永遠這個字很危險 小翠就說 你講什麼 你講這些 這位 有病的好朋友 就不知為什麼 因為 這個有病的質疑 就達到他做真理 他就進入了這個Divine Gaze 裡面 你說另外的 赤音 赤音就是 他爸爸是一個很強很強的能力者 然後這個很強的能力者 有一天他死了 一定是死父母的 死隔壁的一件事 最說明 這裡每一個能力者 都有心自信 他們可以進入這個家族世界 之外 其實三集裡面 都還未很明確 只不過是 有一個世界 有一個樂園 然後 然後有一個叫原著騎士 還有那個領導人 阿必還有一點點尷尬的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說我們是時候到達這個真理之門了 我們可以拿到鎖匙了 我們可以拿到百萬的名車走了 這樣的佈局在裡面 我不知道其實現在的故事裡面 其實是幾無聊的 其實現在你覺得 你說這麼多 所謂叫做什麼 你不停在營造一個很沉重 好像要到達神Divine Gaze 這個境界 你是要什麼 你一定要斷六餐 你一定要 你的Face 開口說 為何要拿聖杯 聖杯去實現願望 你在神聖之門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 我覺得像一群抑鬱病的病人 在那裡想拿藥 其實真的有點對 我覺得 因為他們那群人就是什麼 一去到那個內心 那個故事的時候 他們的樣子 還有那些獨白 好像突然之間 他腦裡有另一把聲音 然後這些時候 就是什麼 狗糟食藥 你 沒有 我承認他 他營造了一個很沉重的氣氛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個負擔 有一個過去他要承擔 他是因為這個過去而向前邁進 配合他現在的那個畫面就是什麼 為了營造Divine Gaze的遊戲裡面的畫風 做到的東西有多灰暗得多灰暗 就算有光的地方 你都覺得是什麼 那裡很多煙霞 那些工業城市 我明白是這樣的 但是 那個晴天 我覺得是很不晴天 第四星輩 那些是無奈 所以這套東西 如果比起你像是夢幻之星的 夢幻之星的 夢幻之星是什麼呢 完全相見時脫了 你說什麼 這隻根本就不是夢幻之星 他只是隨便找些東西 說這隻是什麼 Dot Hunt也可以 他人家說這隻SAO的遊戲也可以 或者這隻Wall Warcraft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這隻遊戲 其實代什麼都可以 所以是完全脫了 而這方面是什麼 他講到現在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你 我就知道是什麼 大家想去神聖之門 還有這班人很慘 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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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了三十時間 而我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爽快一點 你這些那麼慘的過去 你等他見到 小翠見到他的朋友的時候 你才再講都未遲 那大家應該 完的了 那不緊要的 那悲慘他過去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說 你慘 你救我慘 我殺了我爸爸 你救我慘 我唯一那個有病的朋友 現在他不見了 然後就說 你救我慘 我爸爸突然之間很厲害 我原本是什麼 我成計的身家裡 我有幾百萬 現在他死了 那你是不是有遺產 對 抓了 抓了 那又不是很慘 抓了 大家鬥鬍 大家有幾慘的故事 這個是悲慘之門 遊戲化的作品 你可以說叫做 對我而言 其實我都不抱期望 對 因為暫時的表現 都真的 落差都很差 好吧 下一部